議員我們先問一下就是昨天啊 其實你有在節目上講到說呢 在這個立法院長的部分啊 國民黨雖然要推這個韓國瑜 但是民眾黨還提出了四個要求 那這四個要求我們要乖乖的接受嗎 而且呢過去藍白河 也是因為柯文哲還有黃沈山破局了 那現在我們還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嗎 我想喔 對於一個過去一路看著藍白在 在溝通的這個旁觀者喔 我覺得有八個字喔 心驚膽跳 提心吊膽 我們永遠不知道說 他今天跟你見了面 明天又會說什麼 連簽了名的 當天回去喔 黨內就開始這個意見紛紛哭哭啼啼的 這樣子的過程喔 當然會讓我們喔 餘悸有蠢喔 心來還會怕啦 這些記憶沒有那麼快遺忘 我們很多這個來寧的支持者喔 也是覺得說喔 其實不管怎麼樣勇敢做自己嘛 他們也在勇敢做自己 我們也何妨勇敢做自己 那當然立法院的這個合作喔 是屬於黨的整體戰略啦 我們我也只是表達就是 我還有很多基層的看法而已 那妳自己是不是有點名三個人 妳很害怕 我想這 對啦 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反反覆覆的人啦 然後尤其是一張口就要罵別人 這樣的個性我覺得比較難到點啦 就是不管是黃珊珊啊 柯文哲啊 陳志涵喔 柯媽媽其實也很難到點耶 人家談合作 你應該是喔 大家都說好話 沒有啊 一轉頭都開始罵別人喔 每天都在罵我們 每天喔 我們都覺得啊 那在談合作下去 好像很沒有自尊心 我們的支持者也會看啊 說國民黨叫我們算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人 那妳自己會覺得說是 國民黨要走自己的路嗎 那如果要走自己的路的話 那副院長有推誰嗎 我覺得不是走不走自己的路 即便要合作也要有自己的主體性啊 即便要合作也可以有自己的主體性 他們才八席都可以有主體性 所以要提四個條件了 我們有五十三席嘛 還有加上五十二還有加上五黨的喔 大家要知道喔 現在如果藍綠加起來是一個一百零三席 一百零三席總不能只去將就八席的主體性啊 那國民兩黨也有自己的主體性啊 即便要合作也可以維持自我的價值 不是只有他有價值別人都沒價值 一天到晚講好像別人都沒有價值 都他們在開條件 不是這個樣子啊 那國民黨可不可以開條件呢 那你他們會說啊沒關係我們什麼都不要 對啊就像這次總統大選一樣啊 不要贏那不要贏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我就說嘛這個還是會重演一次 之前藍白在談總統合作這件事啊 之前不就是他們主觀意識很強 要不然現在其實藍白已經在談主閣 而不是在談立法院的合作喔 所以我覺得就看吧 看黨中央怎麼決定 柯文哲現在的這個人已經誠信破局 蛤 柯文哲有誠信破局 我坦白說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他的誠信啊 所以也不是這一次選舉啦 那當然我覺得政治人物喔 是做長久的啦 做長久的喔 他講次很會講嘛 那大家就看嘛 台北市民就是因為看了八年 所以這次在選票上呈現了 那現在未來喔台北縣以外的其他的民眾喔 當然也可以好好看看民眾黨的這個表現 跟柯主席的誠信 我覺得不是我說了算喔 我個人因為心有餘悸喔 自然比較那個偏頗一點 但是我想讓民眾檢驗 柯文哲你怎麼看 剛剛民眾黨前民主長 其實李公司爆料兩個事情 一個是說 呃民眾黨的八名不分區立委 就想要謀奪立法院的副院長 還說他們八個人只有一個人簽了那個 一個所謂兩年條款兩年之後要卸任的違建 你怎麼看 我覺得非常有趣喔 民眾黨裡面我所認識的喔 全部都不支持黃珊珊 我覺得很奇怪喔 包括說這次在選區立委 他們對於黃珊珊這幾個月的決策作為 都是不認同的喔 不只是這個謝立功喔 那就要問柯主席啦 你要不要他不是以前在市府的時候 都會讓首長去被員工評分嘛 那是不是要做個內部評分 就是民眾黨裡面到底有多少人 是支持這個黃珊珊的一意孤行 或者是說他非常強勢的表現 等於是主導了整個黨的方向 去年我們在跟民眾黨這些區立委候選人 在聊天的時候 每次只要一講到 我就說欸你們為什麼黃珊珊又開炮了 大家給我都是一個翻白眼喔 那顯然謝立功是屬於比較勇敢的那一個喔 所以柯主席可能要自己內部調查一下 就是你那麼喜歡評分 那現在你黨內的人對於這一個 這個黃珊珊的評分是什麼 那這是他們黨內的事物 跟我們是沒有關係的 那因為現在這個院長 就政府院長啊 有傳出一個叫做韓昌配 那個昌是指黃國昌的昌 你怎麼看這樣子的配法 如果說要藍白合作 我覺得也可以啊 我覺得黃國昌看起來 個性比黃珊珊穩定很多 對 我覺得個性穩定的喔 比較合到點啦 比較合到 即便過去有很多互相對立的立場 但他如果一以貫之 他的主張就是這樣 那我們起碼知道 什麼東西是那個黃老師的底線 什麼聲音下講 可是如果你一直變的人的話 你知道善變的人我根本抓不到 你現在為什麼又發脾氣了 你現在為什麼又罵我了 這樣的合作是很困難的喔 那你政府院長是要有商有良 然後再怎麼樣互相尊重 彼此要有互信嘛 政府院長再怎麼樣是搭檔嘛 有商有良彼此尊重要有互信嘛 所以雙方都要是稍微穩定一點的人 他的理念他的價值 他的主張是比較清楚的 那大家再來看說 互相怎麼包容啊 互相怎麼協調 但如果你的搭檔是這樣變來變去 你就算想要包容想要協調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又變哪一出 你今天又在演哪一出了 所以我覺得韓昌沛沒有問題啊 就是只要是就是比較容易溝通的人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 即便他比較強勢 即便他的價值觀跟我們不一樣 本來就是一個多元 立法院本身就是一個多元的組成 但是彼此尊重要有互信 然後要能溝通 我覺得這三個條件 是合作非常重要的一個立即 那國民黨自推人選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傳說謝龍介啊 楊瓊英啊 柯智恩啊 等人配韓國瑜會不會比較好 那就是看民眾黨 如果說民眾黨也自推人選的話 那就是各黨就是推派自己的人選 然後大家就是選嘛 那可能進入第二輪嘛 那如果說想要一輪就過半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走向合作 所以這個東西就看說 黨中央要去經過精密的計算 要去經過精密的計算 但是我就說嘛 合不合作你都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也不需要為了合作 又在那邊委屈求全 像侯友宜在這個敗選的感言裡面 我忘記是 他一間扛下 不是 應該是那個選前之夜的時候 他才說 過去這一段時間 不管柯文哲怎麼罵他都忍下來了 我想這樣子 所謂的委屈求全 其實在政治裡面 委屈不一定求全 反而會被人家軟頭輕棍 所以這個東西的拿捏 當然我們國民黨這一次有52席 也背負了很多民眾的期待 我相信他們會有智慧的決策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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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